应该是在大年30年里到家 以上要同一台列车 有的旅客就说必须要提前赶回家 才能避开人潮的高峰 而中国春运通常会从2月1号 就会陆续开始 最晚会拖到3月12号才整个结束 而这40天内旅客会高达到30亿人次 再来看到美国和俄罗斯 分别发生了航空意外 在星期天有一架俄罗斯客机坠机 而机上的71人是全数罹难 初步调查就显示是机长在起飞之前 少做了关键性的操作 才会引发这一次的意外